小莎老师好 赵老师您好 然后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生活当中 会有很多的纳米产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那些我们使用过的纳米产品呢 非常好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不同的纳米材料和纳米产品 他们在将来废弃的时候 对这些纳米材料本身 需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办法 如果这个纳米材料 它是固定在一个产品里面的 比方像手机 比方像手机 因为它并不是 出现一种自由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 就按照它原来的处理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它不是这个情况 它是一种自由的状态的话 你比如说你要在你鱼缸里 撒一把纳米材料 那个水会变得非常的清澈 那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水自新测物于 对不对 它把里面的浮游生物 全部给你吸附住了 它会产生很多 跟环境中间的一些影响 包括进入地下水 所以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 所以您这两瓶东西 不能随便倒到水里去 那不能 但吸入人体没事 我还在担心这事 所以这个东西 还真是它提出了一个 这个未来 非常好的问题 从法律 法规 包括这个 法规研究 对 研究上都要解决的问题 对 这个恰恰是我们国家 发展到现在的一种 思维方式的转变 对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真是进步 而且进步还很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